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奇葩案件 萧香晨报报道 2022年26岁的小娃与年长7岁的女房东余谋 在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三次性关系之后 小娃被查出忍辱头流病毒HPV阳性 这个HPV阳性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真的活到了60来岁 我还真的不知道 结果那天看那个风哥采访被夹头的老板 伤害了那个女性 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性 这个HPV啊 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免疫系统里面的问题 如果它是阳性了 就证明它会伤害你的身体 就是你还有了这个东西 就好像就是一种病毒吧 潜伏在你的这个免疫系统里面 男性好像没什么感觉 对这个 那女性可就吃苦头吃大了 严重到甚至到不孕不育啊 平时这个痛苦啊 就是他有这个痛啊 痒啊这些个问题 有严症 就是这个痛不欲生 严重的就是抑郁自杀的 太难太难受了 说是 而且终身不能根治 他在你免疫系统里面 这个东西 哎 那就是 啊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吧 呃 小王认为是被鱼传染的 就是被房东传染的 呃 起诉到法院要索赔三万 后来呢 这个 一审判决呢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一审驳回了小娃的诉求 判决书里面呢 是这样描述的 啊 呃 小娃因出房与余某啊 相识 小娃自诉分别于 2022年10月14日 15日 17日 于某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发生了关系 发生了性关系 啊 后来发现患有性疾病 现小娃进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检查为 人乳投流病毒 HPV阳性 小娃认为该疾病系于某传染 对于和于某的这 对于和于某的这段故事 小娃在起诉中提到 于是沈阳市昏南区的住户 他以前对外遭租 而他因为没有房屋居住 在2022年10月13日看到了于某的遭租信息后 就租了他的空房子居住 住在隔壁房间 由于于的性格活泼 主动于我示好 在他的主动要求下 我与他发生了性关系 小娃的起诉书显示 他看到于某购买治疗性命的药物 并在抽屉中发现了一种药物 在他多次求证下 于某承认了得病 于是小娃前往医院去检查 结论为就是这个HP为阳性了 小娃认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都受到了伤害 于是起诉他 索赔这个医药费精神抚慰金 三万块钱 要他真不多 于某辩称 是小娃见他单独居住 主动与他发生关系 我以往并未得过性病 只是在之前为了备孕 做过一些个妇科检查 被告知有妇科炎症 在医生建议下 购买过治疗妇科炎症方面的药物 在此次纠纷后 他多次到医院检查 HPV各项指标 均为阴性 就是正常了 这个有点反过来了 男的有反应 女的没反应 女的没问题 小王HPV阳性与我无关 另外HPV感染的途径 也并非仅仅通过性生活一种 一审法院认为 基于自愿而发生的性行为 虽然在我国当下社会不予提倡 但是并非我国法律明确禁止 本案中原告双方 原被告双方 都是成年人 完全拥有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和自由 与此同时 也完全能够预见到 未使用安全套而发生性行为 产生的后果 且原告 未能提供证明 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存在的威胁 胁迫 令原告政治壮年 从体力上 与其自述看 与年龄相仿的 女性相比又是明显 如果威胁或胁迫的情形 原告可以立即终止行为 而原告自述 其余被告都是自愿的 所以不存在侵权的问题 胜利张美海呢 是个红粉头子了 是吧 他在这里就讲 讲了每次的话都不好听 但是这次讲的挺好听 他说 一审法院认为 基于自愿而发生的性行为 虽然在我国当下 社会不予提倡 但是并非我国法律 所明确禁止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段话我看了十几遍 还是没看明白 啥叫 基于自愿性行为 为啥是我国当下 社会不予提倡 不提倡这个自愿 那提倡的是啥 问的挺不错吧 张美海 这里的评论的朋友们说 看来男的是不是很爱嫖啊 女性SPV三次都是阴性 没什么关系 我三观裂开了 住了第一天就 注意 被孕这个词 还是有加持的 女的赶快去查查吧 会不会被感染 配了这张图啊 也不是 我觉得应该不是原图吧 是吧 打了马赛克 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编子在搞怪 在这里 这是这片报道配的图 这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个网络里来的一张图 打了马赛克 打了马赛克好像就是像 当时人发生的这个原图 热屏的第一条是个这样的图 我觉得没什么笑点 大家看觉得好笑吗 内容太草 兔兔在线为您除草 这有什么笑点呢 这有点麻木了 我们这种